不,帥哥也要戴帽,大家可不可以說嗎? 戴帽,你們一般人都以為戴帽就是什麼窮啊? 樣子不帥,一定是... 喂,射啊! 很帥,我一下子就臭下去了 流...嘩,五十三分鐘,我不懂這個名字了 很有趣 你是他粉絲,閃爛 所以你說帥哥也會戴帽,所以我說 所以你們有時就不要經常說什麼不夠英俊,什麼毒那些 一樣的,大家戴帽的機會率,你是這樣說 如果有一天,假設你很不幸的 真的戴帽,你就說 牧村,你要安慰自己 你說,萬念俱灰的時候,你想一下 世界上很多型男人都是戴帽,原來你也是其中一位 即是你等同他們,明白嗎? 牧村,戴帽,你戴帽,即是你等於牧村 你就這樣安慰自己 我和牧村是同一類人 我心馬上好過很多 然後雷電,你一邊掃下去 雷電,牧村,黎明 等等等等等等 你們這樣說 原來我大家都像型男級數 你們這樣說 你們立刻看著窗口,撫陷著這個世界 慢慢喝一杯茶 或者一杯百二年百事,或者酒之旅 然後你就這樣,長嘆一聲 唉 明天就明天 等新日天,看著你那晚無憤怒 一直沉思 看著日出難 太陽慢慢升起 今天終於收心生成了 你看看,牧村 牧村,黎明 希望你們都能夠在雙碰中 珍作起來 大家一起互免之 當然你就會 立刻耐心 很過暗 你就立刻唱快無比 第二天,可能你立刻認識到 那本梁子有什麼級數 哇 有嗎 拿來吧 別殺 坑啊 蛤 輕輕鬆鬆 繪刺獸十二碼 從來不會射身 通常我 好像我小時候做過一年頒獎 我說這個 他說大仔做吧 他說 讀書又好 品格又優秀 他說又英俊 就你做吧 不用客氣 就立刻找我做 啊 嘩 嘩 接著又說 他立刻選一個 啊 都要找我女班長陪下 達仔 他就這樣 啊 靖兒 靖兒又美女 讀書又好 啊 品格又好 金童育女最好 他就這樣 我認識達叔 同來對女性的武器 只要跟男生還 我跟男生 我有準時性 長期關星 準時便宜 一定是這樣 一準時就很不舒服 我是那些 張良的人 人家說 那個 要給那個太公兵發我 是不是 因為他就說 你早點來吧 他就這樣說 明天來 我就好像張良 就在那裡睡覺 我約那天是這樣的 我好像約那些女兒 都是這樣的 我約啊 誰啊 兄弟啊 那些都是這樣的 我就會在街邊 我就這樣 躺下去 好 約你明天 九點半 在那裡看電影 我就在戲院門口那裡睡 當然大家不要學我 遲到這些都是 始終不是好的事情 但是我只是順道分享一下 我剛剛勾起的一段回憶 令我 遲到那些傢伍 上去啦